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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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的 我们都是 然后脸很臭 以前帽哥就是 他就是在上面的 那种感觉 就我们进去的时候 帽哥 健鸿哥 他们都是 就是已经是有点像 小主管那样子 所以我们都这样毕恭毕敬 不敢讲话这样 没有 我觉得因为那个年代 大家都是好笑 都故意叫说什么什么歌 我们也会这样与瑞宜姐啊 有吗? 你现在在讲好话欸 我第一次看到他就不是这样子 好 那你讲 我觉得感觉很难搞 我才觉得你长得很gay 白 然后就是讲话就是很一针见鞋 然后又很毒舌 很毒舌 他有对你毒什么吗? 我第一天 我进公司的时候刚好开会 然后 制作人郑丽姐就让我们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姓张 工长张 张怡营 怡是星台怡 怡是陶金营的怡 然后他就马上说 高怡萍的怡 然后现场就忍下来 因为那是我们的 敌手 对 是高主播 对 那都觉得他好恐怖喔 欸 我没有偏题了 你的资历就怎么进去的 我当初是在Avex 当电视电台宣传 然后 Avex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 你有很多不认识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 艾贝克斯 艾贝克斯 对 那时候叫艾回 现在叫艾贝克斯 那个时候很喜欢安世奈美会 很喜欢glob 地球乐团 TRF 所以 后来就去印证这些公司 然后也很幸运的 就是 进去的公司 上了 对 做了大概一年半之后 有一天看到陶主播在电视上 然后他一张纸 就说我们来找日本县记者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面试 好酷喔 我也是 你也是吗 我也是干的话在节目里面真人 你也是吗 真什么 打杂的 还是扫厕所的 会不会了解 你说的喔 你说的喔 我会接话 真记者啊 那时候说真什么线 我忘记了 但反正就是在找记者 可是节目当时不是很红吗 为什么到处在真记者 老师就是跟我们讲说 喔你们如果以后要去 做传播相关工作的话 你的履历一定不能去买那一张的表格 一定要做的很特别 这样 那我当时的履历就是 依照娱乐新闻的单元 比方说他有 每日头条 有没有 陶主播不是每天都会念头条吗 那我的头条就是 每一则头条都是 吴小茂上了娱乐新闻的记者 这样 诶上了 成为娱乐新闻的记者 你看那个时候他就好有想法 真的耶 对 然后 呃 有娱乐大来宾嘛 就是访问人 我只有 因为我以前 在做实习电台的时候 我有访问过议人 所以我就附了那个录音带 大概就是这样啦 就是用他们的单元去包装 太用心了 也还好就是创意好了一些 那瑞宜呢 我那时候 因为我本来毕业的时候 在电台 也是跑娱乐新闻 然后应该是听同行讲说 娱乐新闻有在真人 所以我就投了履历去这样 结果 我根本不知道是要跑什么线 然后去面试的时候才知道说 诶 你会不会英文这样 然后我说 会 还好我有就是 平常有在念英文这样 他就马上叫我翻译一段英文 然后就叫我回家 就这样 然后咧 然后后来没过几天 就那时候其实要去面试娱乐新闻 这件事情是一件天大的 真的 对 因为娱乐新闻 对所有那时候年轻人来说 就是一个高高在上 然后所有人都会看的一个节目 所以能去那里面试 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觉得 应该不会上 而且就是什么都没有准备 结果后来我记得 应该是过几天 后来就接到通知说 我可以去上班 我超开心的 你看我们有多缺人 到底为什么啊 压力太大就是 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去 是这么不挑人吗 而且我记得以前那个 鲍鞭坐在我旁边 他坐我右手边 你为什么记得这种事啊 因为我们就只有 一个电话的距离啊 然后他那时候 跟现在长得完全不一样 对 他瘦很多 他好大只喔 他以前大只 对 你瘦了几公斤 我不知道欸 因为以前 大只的时候 就觉得不会去量体重 所以才会变大只啊 你现在说我吗 欸 我们还有一位同学欸 对 现在好像是 哪一个节目啊 东风 东风 对 我是那个 在亚洲娱乐中心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在 2000年前后 那时候有很多的娱乐新闻 我们是陶主播的娱乐新闻 然后后来这个节目 因为跳槽去东风 就变成了亚洲娱乐中心 珊珊就是那个时候 亚洲娱乐中心的记者 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 就开始没落的时候 我进去了 哈哈哈 所以更不挑了 哈哈哈 我那句话憋很久 很想讲 有没有 终于讲出来 又吐不出来 真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就是 是应征什么线 我没有 我不是当记者 工作人员吗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对对对 是当就是执行制作之类的 嗯 然后而且我就记得 那个我进去的第一天 就是震撼教育 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就是 之前没有做过电视 然后之前都做广播 然后做广播 然后做广播 因为为什么要去电视 因为觉得做广播太无聊 哈哈哈 那时候 因为做的有点久 然后就太无聊 然后后来就去很想做电视 很想做记者 然后就反正是 总而言之想方设法 就进到电视台 然后进到电视台 那天我永远记得是 几月几号 但几年我忘记了 哈哈哈 4月1号是吗 那你的震撼教育是什么 就是那一天 就是已经就是 去了电视台上班 然后还手忙脚乱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还不是数位的时候 就还在用那个带子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 不是有什么SPS 插Digital 那时候我想说 什么鬼东西啊 然后那时候就已经 慌乱完了 然后那时候还不是live 然后live完以后 我就心里想说 好不容易 那总算节目结束了 然后这时候 你刚才骂了一个张话的意思吗 没关系就等下拜托逼掉 或者是 但是我觉得podcast 应该没有这么多限制吧 应该没有 所以无所谓的 然后总而言之 就是节目一下之后 然后张国荣就跳楼死了 然后我就 哦 见鬼 我那时候真心觉得见鬼 然后我就看到 各位哥哥姐姐们 就忙得跟鬼一样 然后我就默默的收书包走掉 你还好那个时候不是记者 不然你当下就没有办法下班 对所以我就默默收书包走了 我刚不讲了吗 嗯 因为反正我也帮不上忙 我连Digital SP 什么SX都搞不清楚 我还不知道 那你有被哥哥姐也吓到吗 有啊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对我超凶的 然后每个人就是 转个二五八万 然后想说 那你知道内心 内心感觉写的说拜托 我是 无理强 拜托 我无论你 内心的 我刚刚就想说 明明只有帽哥这样对你吧 冤枉啊大人 我没有在那个时期跟他同事到 对他没有 我没有做过亚洲娱乐中心 我做的是猴主播的娱乐在亚洲 对 所以你是后来又再次跟我同事 因为那时候他去报社 对 因为我有中间有去的报社这样 但是我知道我回 那个娱乐在亚洲的时候 初期大家也还蛮讨厌我的 因为那时候我是以主管的身份回去的嘛 嗯 然后第一次带人 我那时候脸就 每天脸都很丑 嗯 那是你第一次当主管的时候 对 哦 在报社就是最菜的菜鸟 就被欺凌啊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 但他刚刚讲那个张国荣跳楼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晚上大概六点半吧 然后因为我们在报社 都必须要有电视 看随时发生什么新闻 我就啊 张国荣跳楼下来了 嚇死 这个时候不得不说 因为我是东阳县 那瑞宜是西阳县 所以有时候 对我们来讲 比较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是 也是默默说出好走吗 可是还是要 没有应该还是都要支援 又是变成 对 跑他的县的人 得要去处理这些突发状况 那其他新闻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要帮忙cover 这样 对啊 而且东阳西阳也常常 会有艺人出世啊 今年也不少 今年 可是 还好你现在也不是记者 是 不然前阵子不是有 很有名的日本艺人过世 对有一些 然后黑豹 对啊 好难过 不要再讲 那时候当记者 跟现在记者 很大的不同 就我觉得就是做功课 嗯 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现在 你在报纸上看到很多新闻 只有第一个原创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真的有做功课去采访 其他人都是用炒的吧 然后那个独家大概三分钟现在 我觉得不到三分钟欸 可能出来三十秒就已经被超 复制贴上就出去了 因为现在网路 网路其实很发达 所以其实真的是 只要你 你愿意 这个打键盘 你愿意 你拿个麦克风 每个人都是新闻的一个传播者 那当然就是 你去看这些新闻 你去找一些资料 其实很快 就像瑞一说 我就复制复制 但他还愿意找资料 现在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找资料 对没错 因为以前我们其实 像我们 像我自己东阳 我自己比较辛苦 就是因为我还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日本人来 我也没有什么电影可以讲 所以呢那时候 我还接了一个电台 那比如说王妃发片 那主跑的记者 他会去跑王妃 但是王妃如果去上 Hit a Fan 那我就要去跑电台啦 那我就要为 因为王妃 我要找一堆资料 可是那时候真的找流线 我们会找联合知识库 对不对 我们好像是有 每个月有花多少钱 可以去找这些资料 那时候一直找 那当然也很多是资料 不齐全的状况 状况下 尤其对大班记者来讲 最苦的就是 我跟他真的不熟 真的 去演习 明史都不会念 我们这里没有人跟王妃熟 真的吗 你不是跟他很熟吗 没有吗 对就是常常为了要 就像刚刚说的 为了要采访这一个人 我就要做很多功课去找 我甚至前一天 我就去把资料 download下来了 然后再发想一些 一些题目过 进去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我 你会喔 你会发想题目 我会啊 你不知道 仿刚是日本人发明的吗 也是 仿刚虽然你造成这样子 也不容易耶 为什么 因为他从当中想办法 再问一些 比较特别的问题 当然我常常被日本党 说这个不准问 那个不准问 好我觉得我们四个人里面 做最多功课的应该是瑞宜 要报边啊 对啦 因为他后来他一直在 不顶这一款 因为我觉得外国新闻好难喔 会很难嘛 没有现在 应该说现在如果去采访电影 任何一部电影 如果比如说 我印象最深刻是 金牌特务第二集 我整个所有的资料 加起来有三四百页 所以 那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继续找下去的状态 可是我已经觉得 我不能再找 再找下去我看 看不完 英文吗 对 英文的 哇 你说的是书吗 整个就是一本书 没有了 就是我在网站上找的 所有的资料 我会把它弄成一个word档 然后 印出来啊 在飞机上看 而且因为以前 资讯不足的时候 我常常去订杂志 买杂志 对以前我们都要自己 订一堆杂志 然后桌上都是 满满的杂志 那我们公司会有预算 给我买啦 现在没有 好你们这样讲 我好羞愧喔 怎么说 那珊珊先讲好了 你有做什么功课吗 嗯 就是像那个 那个凯莉姐讲的啊 其实基本上 你去采访不认 尤其是代班的时候 就一定要做功课 你不做功课的话 那去到底是要去问什么 什么东西啊 纯粹去递麦的 你觉得吗 尴尬啊 人肉麦架啊 重点是我们 所有的同业都会期待 我们问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当麦架 欸 而且我觉得 以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是不是最讨厌 当麦架的记者 对 就是想说 他都不问问题 我问的问题要给你抄 对啊 为什么你都不问问题 奇怪了 然后像我们这种 个性比较冲的 就会一直问 然后别人就觉得 剪的爽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麦架 就是你拿着麦克风 然后你从头到尾 也都不讲话 不发问 现在大家看那个 新闻台的画面 很多记者会在旁边 举个手过去 然后都不讲话 那种就是麦架 就拿个麦克风 处在受访者旁边这样 然后就一直听 一直点头那种 就是麦架 对 因为很多 只有一个摄影区 也没有文字 嗯 可是我觉得那个 娱乐新闻还好 因为娱乐新闻 比较没有时效性 就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 比较没有时效性 所以可以花很多时间做功课 因为我们后来 我不知道电视 到新闻台去了 嗯 然后新闻台就是很临时 就是可能 前面一个小时 他就突然叫你去采访谁 然后想说 谁 哪位 然后就赶快想说 那时候又还没有 智慧型手机 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太老 哈哈哈 你现在才担心这一点 你来不及哦 哈哈哈 反正总而言之 然后那时候就是要 紧急做功课 所以有时候功课 我觉得就做的不是很齐全 所以都会有一些 能够问出来 就是那个你知道 很多事情就是慢慢已经内化之后 对你当然还是会为了你要采访一些人 去去爬文啊 去看一些资料 可是很多东西就是已经在脑子里了 但是早期在当还很菜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通告 是去呃一个电影公司的春酒 然后有贾静文 有施易男 然后那时候是第一个通告 我的问题都还写在小笔记本上面 然后写说 嗯 请问你 呃 新年新西月 哈哈哈 这种问题要写啊 紧张吗 对啊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 那时候就真的很惨 我第一个通告是月之海 Lumna C 好 来台湾办一个记者会 那个时候我很紧张 因为第一次 一个记者的身份跟艺人 然后坐在一起 然后要发问 其实那时候是真的很紧张 那时候我还跟着前辈一起出去 他带我去采访 所以第一次印象是很深刻的 因为看到大明星 第一次我真的不记得我第一次欸 你很多事情不记得 我真的脑容量超少的 我只记得我第一天上班是去 就是礼拜天还是礼拜六的班 所以是代班 就是去跑一班的娱乐新闻 然后跟我去的摄影记者就是很资深的 我就超害怕 因为他一直骂人 这以后可以聊 新闪雨哥忙啊 以前摄影大哥真的都超凶的 你早就很恐怖 对啊 然后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 对啊 后来还好就是跟他们好好相处 就是他们会教很多东西 对啊 慢慢熟就好了 嗯 然后菜鸟的时期 我还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可怕 就是过瘾 当然喔 过瘾 嗯 在这里 在现场的有人没被骂过吗 等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过瘾 OK 就是在那个 大家如果看新闻 就会有记者的那个旁白在那边讲讲讲 那个声音 我们要去录这个 这个动作就叫做过瘾 因为素人会跟我说 那个叫录音 我说不是那叫过瘾 所以就是你看到新闻的时候 会有记者 巴拉巴拉巴拉 在念的 那个就是过瘾 对 那个叫过瘾 第一次的过瘾 我跟你说 残不忍睹 就是露娜是你那一则吗 那一则是名一则 不是我 我也忘记是哪一则 但是前几则都残不忍睹 后来 Sany姐就是我们制作人 她受不了了 她把我拉去剪接室 然后呢 她亲自拿着麦克风 一字一字的教我 她对你真的很好 我只有被骂而已 喔 真的吗 她说你家是死人吗 真假 就是我生 而且我明明就是电台出生的 我就很自傲的 那个就是过瘾 应该是非常好 应该是得心应手的 就过了几天 她说你念那么平 你家是死人吗 你说王珍妮吗 对啊 你是说跟Melody 一起在录Podcast的王珍妮吗 那节目很红的 我以前 整个很恐怖欸 这不像珍妮会讲的话啊 真的 我就印象超深刻的啊 因为 对我打击真的很大 因为我就电台出来 我以为我声音多好听这样 然后录的 就起伏多厉害 就没想到在电视播出来 还是平的 她觉得是不OK的 我也是 因为我以前 就在那个 新闻 就我第一次到 就转到 从娱乐新闻转去 新闻台的时候 OK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之前已经做过广播电台 然后又在娱乐新闻 就是干过一段时间 然后觉得 拜托我声音很好听欸 然后 哈哈哈哈 内心的OAS 反正我声音很好听欸 然后过完音 就第一天过完 我记得我在 新闻台上 讨的第一个新闻 是不是 类似关于马景涛 那什么内容我忘记了 反正总而言之 我过完以后 就马上结束 就被方念华叫去骂 骂什么 妈 这声音怎么 这么难听啊 方念华会说妈的 好 是我家的 我家的OAS 反正总而言之 她就是觉得我很不OK 然后才第一天 然后第二天 她就跟我主管讲说 这个人不要再让她过音 然后 这么严厉 对 然后她就说不要 我记得我那一天 安完新闻 就不是我安 她安完新闻 然后我就 你安完新闻 然后她就把我叫去摄影棚 骂了一顿 就是叫到主播的那个棚 骂了一顿 她就 不对的点是什么 她骂我的点是 她觉得我的新闻写错方向 哦 不是你的OAS 不是你声音不好听 然后但是隔天早上 主播就跟我讲 对我的主管就跟我讲说 你声音也不OK 然后 双手打击 就是都不行的 然后我的主管就把我叫去 就是那个录音间 然后示范给我看说 到底是录得怎么样 然后我想说 你们喜欢的就是那种 就是你知道就是像 那口头才是 对 就是喜欢那种 像坐云霄飞车这种 就是非常极具 戏剧性的过音 你示范一下 现在来一个来一个 我现在示范一下 你说要那种 你先讲你原来 就是讲你原来 可能过音的方式 然后再示范就是戏剧 你老板想要的那种 是怎么样 我马上提供稿子给你 你要娱乐新闻 随便 还是要一般的社会新闻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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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軍艦 算了 好 就這樣子啦 不是軍艦 不是軍艦 whatever 好 軍機 所以 我現在是要先念正常的嗎 對 就是你本來引以為傲的OS 到底是有多厲害這樣 沒有 就是其實就是正常念啦 比如說 41歲藝人李倩蓉和老公李德莉結婚16年 兩個兒子都已經上高中 長子還在全聯社打工 他笑說自己住在男生宿舍 類似這樣 太快 我現在是 太平 想說不想要那個 耽誤大家時間 就是迅速唸一下 但是他們喜歡 就是想要的 就是那種 要有異陽頓挫 對 就要很高的異陽頓挫 比如說 41歲藝人李倩蓉和老公李德莉結婚16年 兩個兒子都已經上高中 長子還在全聯社打工 考驗 是有事嗎 那麼慷慨 慷慨積昂 就是要這就有事嗎 對 對 就是要這種 就是要有那種很大的那種高低起伏 我想說是在演話劇嗎 我覺得唸完都肚子餓了 沒有就 使盡全身的力量嘶吼著 我示範我以前喔 我覺得很想念有沒有 對 那個報警啊 超久的 本天團放浪兄弟成員 阿基拉與台灣名模林志玲 就是類似這樣子 這麼慢 就是那種語調是比較就是輕輕的 也沒有什麼 應該有一點 頓挫 甚至有點亢奮一點點 你剛剛這樣有叫亢奮 完全沒有 但是我必須說 現在所有的新聞台 所有的記者都是說 日本天團放浪兄弟成員 阿基拉 不是阿基拉 是阿基拉 你就是在糾結人家發音不標準嗎 因為我真的聽得很刺 我真的聽得很 每一個新聞台 新聞台都是 林志玲 林志玲的老公 國民 國民什麼 國民姐夫 阿基拉 阿基拉 不是是阿基拉 哦 所以中英在前面 對 阿基拉 我今天上了一課 聽得就是真的很刺 然後我都不聽了 所以 外文獻的會很在意那個發音 會在意啊 會在意發音 對 所以呢 我沒辦法在意發音 沒有 因為我們的外國人 都不會唸 中文名 就我們直接唸中文名字啦 我們不會唸 就是我們 比如說我們會唸湯姆克魯斯 我們不會唸湯姆克魯斯 這樣子 哦 因為會被觀眾說 你秀什麼英文 這樣 以前的觀眾 會這樣說 哦 當然啦 像安氏奈美會 也是安氏奈美會 你走開啦 不會 阿姆朗奈美 浜崎阿由美 哈哈 我們也是啊 那是因為日文大家比較不懂 你唸 你剛剛那一場穿那個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誰 哦 真的哦 你走開啦 金城武 對 果然大家都不知道 那你看連李奧納多 沈春華主播都可以唸錯了 李奧納多 皮卡丘 皮卡丘 不過那是可愛的錯誤啦 對 人都會犯錯的 我以前在 剛開始過音的時候 因為我們Tim都是女生 嗯 所以大家的 聲音都是細的 然後又高的 我有聽說您的大事 非常的一致 然後我們Tim 除了我之外 唯一的男生是 是朱建宏嘛 對 嗯 還有賴瑋玲 沒有 他是很後期的漢菜 好 就建宏哥的聲音也是屬於 又高亢又細的那一種 是 所以我為了覺得說 嗯 我要融入這個團隊裡面 我不能夠 因為我如果真的要過音的話 我聲音很低啊 比方說 就像現在這個感覺 對 豆花魅座睽違九年 在台北Legacy舉辦 智新年教會我的飾演唱會 我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過 你要老實說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情 你要我示範 我以前 對你要示範 對 可以啊 讓他們兩個聽聽看 你後面要加娛樂新聞 吳立強採訪報導 好啦 知道啦 動畫魅座睽違九年 在台北Legacy舉辦 這些年教會我的飾演唱會 娛樂新聞吳立強採訪報導 我聽到的是 娛樂新聞吳立強採訪報導 到底為什麼啊 就是 想要融入大家認同感 就是要有高八度 沒有罵 怕我聲音太低 那你唸完是不是就需要喝個澎大海 還是什麼 真的啊 我那時候就是每天都覺得我是吊著嗓子在過音 天啊 我竟然沒有參與到這一段 而且我非常的自豪 就說 哦 我跟大家一致了 然後有一天就被導播 罵 他就叫王子你來跟我講說 你們那個吳立強啊 如果再這樣過音的話 就這樣不要來了 哈哈哈哈 以前都好愛叫大家不要來 好啊 不然來走啊 所以才會找我們進去啊 所以才會這麼容易缺人啊 所以 大家都是因為過音不及格 都有被罵過 對 好慘哦 現在的人過音都那個 那個支支支不分 你不覺得看電視新聞播報 他們那個發音都非常的不標準嗎 對我覺得支跟支分不及 尤其不該捲舌卻捲舌 我會非常的痛苦 我覺得現在可能因為網路就是 就是網紅很多 大家對這個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在意 可能長官也沒有那麼在意 但是我們就是聽起來就很不舒服 新聞現在就是要求要更快更快 再快 好啦 我們就是老派了 貓哥以前有在新聞台對吧 你有經歷到新聞台那一段嗎 沒有啊 我做新聞台就是跟你們一起在年代 做娛樂新聞 我沒有 真正的在新聞台裡面做過事 哦 我都是做娛樂 那那時候就是跟你們 Oder新聞什麼的有 跟在娛樂新聞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嗎 很痛苦耶 怎麼說 因為以前我們 啊好 那時候我們做 做侯沛城的娛樂新聞 那 東風跟年代其實是 嗯 同一個老闆 嗯 所以年代新聞台 一開始他是來跟我們要 娛樂新聞 就是我們做好的 可是 我不曉得為什麼有一段時間開始呢 很多藝人就開始出現在社會新聞上 嗯 比方說追車啊 比方說偷情被抓 所以常常就會有 他們的新聞 呃 新聞台會想要拿去播 那時候最大新聞是什麼你知道嗎 光碟案 你說 就蹦恰恰那個 不是 屈美鳳 哦 屈美鳳那個 對 我記得 哦 我還以為是那個誰咧 周杰倫 沒有沒有 那時候最大 就是因為那個 你說自家主播鬧緋文這件事情嗎 哈哈 因為那個時候 連雅琴姐都跳下來 跑到現場去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時候開始我覺得 整個 呃 新聞台開始 他的新聞 娛樂新聞都開始 慢慢綜藝化了 新聞台娛樂化 對娛樂化 綜藝化這樣子 雅琴主播真的很恐怖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 我們的 team 就是在他們的 晚報的 team 隔壁啊 隔壁超恐怖 然後那個晚報 每天都要來 order新聞 你就覺得 煩不煩啊 這就是新聞台的 你應該常常 有這個經歷吧 你有被 order過什麼樣 奇怪的新聞嗎 在你去新聞台之後 去新聞台之後 然後做的娛樂新聞嗎 對 反正我們在新聞台 做的娛樂新聞 都不是 娛樂的娛樂新聞 都是社會的娛樂新聞 對 社會性的娛樂新聞 那我們做的娛樂新聞 在他們眼中 就會覺得很宣傳 對呀 那個在新聞台眼中 就是你就是幫別人宣傳 這個也又沒有新聞性 這有什麼點 不行 就是對呀 所以我在新聞台就是 社會娛樂新聞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還記得那個誰 過世的藝人 李敏然 嗯 過世的時候 哇 天哪 我在他家大概 待了有沒有一個月 你在他家待了一個月 沒有啦 就是每天就是要去報到啊 然後就在他住 對不起不是住他家 嚇到我 反正就是做很多娛樂新聞啊 不對不起 做很多社會新聞 我簡單來說 對呀 就像前一陣子羅姐過世 嗯 新聞台也超愛爆的啊 是啊是啊 然後 還有那個鳳飛飛 嗯 過世的時候也是 哇 鋪天蓋地 諸葛亮 反正只要是 欸怎麼我們都在講那 過世的新聞 沒有就是只要是 稍微有名一點的藝人 然後他過世了 那就是不得了 哇 我還記得梅彥芳過世的時候 哇那時候 簡直是不得了耶 哦那個真的很難過 我就是突然被派去香港 然後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帶 然後 連就是 連最基本的 保養品都沒有 然後我就被派去 嗯 殯儀館前面連線 就連完線就被 雅琴姐罵翻了 他說你去買一些化妝品好不好 但是我身在殯儀館的附近 請問我要去哪裡買化妝品 殯儀館有化妝品 哈哈哈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說難道要我進去 跟化妝師借嗎 哈哈 哇塞 你就 你就躺一下 請化妝師幫你畫 嗯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太慘了 而且坐著化妝師不會畫 只要躺著化 平衡 化妝師才會 因為就是早上 突然發生事情 然後就直接說 誰有港籤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舉手 反正我就舉手了 然後就飛去 然後晚上就六點半 直接連晚報 嗯 就是那個趕的時間 是你根本沒有時間 去做任何準備的 對不對 所以記者才會被罵呀 可是我覺得 就是 有時候 我們娛樂新聞碰到這種狀況 不多啦 但是有這個機會 我個人也還蠻珍惜的 嗯 對啊 就是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可以拿出來講 是 哈哈哈 真的 我有去 出差 出差 出 出差 出差 看看你 說了嘴就打了嘴 對啊 所以是出差還是出差 出差 都可以 我們都聽得懂 去哪裡 我有去香港 採訪陳冠希的那個 哦 那個大事 這也是大事 對 對 可是我是在邊垂 什麼意思叫邊垂 就我沒有進到記者會會場 哈哈哈 為什麼為什麼 沒有記者證嗎 那你去幹嘛 沒有因為我們去了 嗯 好多組 那時候我們是大報嘛 我們就去了很不同 大概四個人吧 嗯 就是有 有其他的同事 然後後來我 我就是負責 你是主線嗎 那時候 不是我是支援的 然後我就負責在外圍 比方說我要去買香港的報紙來 看看他們有什麼角度 這樣子 哦 然後 對啊 那在台灣不能做嗎 沒有 你知道 新聞在哪裡 記者就在哪裡 像是大報預算夠多哦 那個時候啦 還有啊 去 Selena燒傷的第二天 我就飛去上海了 哎 對我們還在上海 對啊 嗯 然後就被糊弄了一場 又回來 這之後再講給大家聽 好啊好啊 嗯 好 最後呢 嗯 要不要給想要當記者的一些年輕朋友 一些忠告 我覺得 呃 坦白說記者的薪水哦 這個 應該說是吃不飽也餓不死 哦 我真的覺得 而且現在是人人都可以當記者 還有這個狗仔的時代 如果你想當記者 首先你要有 足夠的熱情 嗯 我覺得熱情很重要 真的 嗯 我們應該都是 因為 像我跟茂哥剛都講說 我們就從小就一直很嚮往娛樂新聞 所以 才會有辦法這樣堅持這麼久 可以 一直做這個 這行業一直做下來 如果沒有這個熱情 你被長官罵幾次 你應該就不想做了 我很少被罵 我也很少被罵 我是說如果 我說現在 現在的長官如果 如果假設你在那個雅晴姐下面做事 你大概每天應該都會被罵 新聞台常被罵 對 新聞台非常常被罵 我相信現在的記者很辛苦 就是除了要被長官罵 被主播罵之外 還要被網友罵 對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痛苦 你知道嗎 我到現在哦 我可能 10年寫的新聞 到現在都還有微博的人跑來罵我 真的嗎 今年哦 哇 我覺得網路真的太恐怖了 我覺得大家真的好好閒 那你會可以走心嗎 呃 所以我大概有6年到8年的時間 我是放棄微博 是因為我前兩年去 去中國大陸工作之後 我才又開始使用微博 但是我就是不太 不太去看評論啦 嗯 如果是我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不要當記者 OK 啊 好啦 對不起 應該講說不要去新聞台當記者 欸我這樣子搭 新聞台人會 大家會封殺我嗎 去報社當記者好嗎 現在 因為我沒有做過報社記者啊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以前我們暑假 就會有那種實習 就是那種傳播科系實習生來 實習 我覺得那都續應一下而已啊 對 當然是續應一下 但是也是還是有那種熱情 有報復的小孩啊 然後我就說 不要當記者 嗯 我覺得記者有就是他可以是你某一個階段的人生 但是不需要一直當下去 除非你真的對於新聞這個行業有百分之五百的熱忱 這樣 要不然之後轉業其實還蠻辛苦的 但我必須要說記者的生涯是我這輩子 尤其在娛樂新聞那一段時間是我最快樂的職場生涯 我也是 嗯 真的嗎 嗯 娛樂新聞那一段 現在只要說我也是 是很快樂沒錯 好啦 所以我們裡面就只有珊珊沒有辦法說我也是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覺得當記者我是很開心 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也覺得當記者是很enjoy 我現在還很喜歡看新聞 但是我會覺得說如果你是想要賺大錢 或者是你想要怎麼怎麼 那就別了 因為那個就沒有辦法 我們記者靠的是一股熱忱 沒有別的了 好因為 因為這些經驗呢讓我們今天有機會在這邊聚在一起 然後跟大家分享很多有趣的事 接下來的日子裡面我們希望每個禮拜都可以跟大家見面 嗯 哇靠 有事嗎 對啊 貓哥也沒有解釋說為什麼這節目要叫哇靠有事嗎 欸我不知道耶 哈哈哈哈 那明日不是你選的嗎 哈哈 下次再告訴大家了 再告訴大家我們到底為什麼叫哇靠有事嗎 好吧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掰掰 Enjoyed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嗎 哇靠有事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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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哇靠有事嗎 啊 啊 啊 感谢观看